好 各位同學晚安 今天是禮拜天晚上 按時九點三十分左右 三十五分來做我們今天 Colomb Powell Delivership Secrets 的小單元 那今天不錯 有上到課 上午出門 上了一堂例行的禮拜天 上午的課 然後呢 也聊了一些有關外交國防 英語學習 這一類的事情 蠻不錯的 那回到家裡面之後呢 就休息了一下 當然是少不了歸習大法睡個覺 然後起來煮防疫餐 把昨天那一鍋 牛肉燉白菜 豆腐湯 喝完了 然後另外炒了一道 鐵板豆腐的 我前一次研發的這種小菜 青椒 蘿蔔 紅蘿蔔 洋蔥 跟板豆腐 把昨天剩下的白飯也吃完了 然後呢 餐前水果香蕉 餐後水果半顆火龍果 然後在稍事休息緩和一下 養生一下 泡一杯 老人茶 這個 利盾的綠茶不錯 做這種防疫的 例行性的防疫 的這種生活蠻好的 因為同學沒有問到什麼問題 我就直接開始來講今天的小單元 看同學沒有問問題 我就不需要再回答 我們直接來看 Colin Powell 這個章節 最後的結尾 的 Summary 這個章節是有關 Close with the enemy 就是你一定要接敵才有辦法 作戰 不接敵是沒有辦法作戰 那這個 這邊講到的是 Cplusity Colin Powell成功的原因有一大部分的關鍵是在 簡單 不要搞太複雜 但這個簡單不代表 就是 什麼東西就 把它 弄弄弄弄到少 簡單不是少 簡單是複雜的事情能夠簡單化 但是不會因為簡單之後 他變得不清楚了 這個是 跟我們國防部的 鐵一般的腦袋 叫你扁平化 你就把它橫施列印 樣子看起來很扁就扁平化的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前幾集一直在講老邱 我相信全國軍最有資格講老邱的是我 因為我太了解他了 他除了惱羞成怒 胡說八道之外 要不然就是 狗追你吐不住象牙 要不然就是 講話 沒有任何讓人聽起來有任何可信的可信度 這是他的毛病 那我前幾集也有講到 說他 要馬格果斯 要 展現出 匹夫之勇 重點他忘了他現在不是班長他是國防部長 他一個人逞英雄 沒有用 他要去想的是 怎麼去破壞怎麼去執行 像我們講的implement 整個國軍戰力能夠在以現有的這樣的一個 親黃不接的情況下能夠把戰力發揮到最大 這是靠腦 不是靠 質詢的時候好像很勇敢 當我不否認我們質詢的時候 屬於國防外交委員會的這些委員確實不專業啦 他亂問 你也亂答但是他好好問我相信老邱也答不出來 所以 這是為難他 那所以我們的國軍的 這些四十幾集的幹部 如果能早在20年前就上 這種 Jack Welch 或是 Column Powell的 這種屬於管理課程 不会搞到今天 无可用之人 所有的中将都变中将汤了 这个对我们现代化的战争 也就是说我们的 重要的降级军官 这些领导干部的脑袋瓜 还在八年抗战 甚至八国联军 他没有办法跟上现在战争 时代战争的脚步 最后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老邱口口声声说有信心 你要从反方向想 因为他没话好讲 他说我部长有信心 我不相信下面的人没有战力 这个逻辑在哪里 难道陈公岭的三栋梁女 还哪个单位的旅长不自杀 他手里下的事关就不会自杀吗 这个有任何的必然性在吗 老邱你会告诉我 你很想马格果斯 难道你手里下的人 都跟你一样想去马格果斯吗 所以你的信心是一个没有任何参考价值的空的一个信心 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那真正有信心的部队 为什么我们看到美军的部队 不管他有负面的部分 我们不讨论 我们至少相信他是有战力的 他当然有很多的问题 他在冲绳有军纪的问题 他在其他的驻军以前在苏比克湾的时候 有一些在驻地发生的一些问题 这个是负面的 没有任何一个组织 他是百分之百完美的 但为什么即便有这些负面的讯息 我们看到美军还是相信他有战力能打胜仗 为什么我们的国军就是给人一种 朽木不可凋野 烂泥服不上墙 好铁不打钉 好难不当兵 那个形象永远摆脱不掉 老邱你要去想这个问题 如果是在50年前 大家好难不当兵 好铁不打钉 那情有可原 明智未开 而且国军长久的印象给人军纪就是不好 那再往50年 100年前 可能大家抢了当兵 因为从辛亥革命之后 你如果不当兵 你就不要想混了 所以才会有军阀割据 这种现象 也就是说你要当兵才能第一个活命 第二个才能吃饱 第三个才能八大财 第四个才能当省主席 这样子 你没有看保定一旗的唐生智 在北伐成功之后 就当了湖南省省主席 衣锦还乡 打败仗的保定三旗的张志忠 老蒋的办公室主任最亲信的 当了湖南省 打败了南京保卫战 说要跟老邱一样 其实张志忠跟老邱是一样 当年在作战会议的时候 自告奋勇说 前面的松户会战 我们牺牺牲的都是基层的士官 军事官兵 没有高阶的将领牺牲 我愿意以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 自愿担任南京保卫战 呃这个南京保卫战 未续司令 那是唐僧志啦 不是张志忠 是唐僧志 结果呢 他不但没有跟着南京共存王还落跑 早讲还没枪毙他 这样子 那张志忠是在丁世乔之意 跟更早十年的徐州保卫战 跪在火车站绑白布条 都是这一种 所以唐僧志的 与阵地共存王的决心 就是现在老邱 表现出来 让人家觉得完全不可信 得这种信心 好这样子 那我们以一个老百姓的眼光来看 老邱也没有告诉我们说 他的让我们能够大家 有信心的 有战力的因素在哪里 至少要有几个要点讲出来吧 我们为什么我部长有信心 我手底下的干部就一定会有信心 我觉得我们有战力 下面就一定会有战力 这个逻辑在哪里 老邱要说服得了大家 因为这是常识 他没有逻辑在啊 像29号 我以前的老单位 我在南洋指挥部当科长被逼退的 又有一个听说是兵变 报纸写的 兵变 自我伤害 以税 30号 成功领 又有一个士官 两个都是士官 又跳楼亲身 所以我就讲了这个士官这个部分是士气最低落的 而且听说这个成功领的这个士官还是有多速度亲身 这表示他是重点人物 为什么没有人在他旁边看着 然后呢让他24小时都有人看着他 甚至让他送医 接受心理辅导治疗都可以吧 很多事情可以做吧 这表示说老邱手里下所相信的干部就是这种获设 连我在当连长的时候都不如 我连上不是没有要自杀的 有各种为安疑虑的 我们都有照策略管 特别关心 我连长每天要按照三餐去看看这些人好不好 他知道连长在关心他 他会比较稳定一点吧 老邱手里下你很有信心的 成功领的这个旅长 他到底做了没有 成功领 成功领 台中的是士军团的 士军团的指挥官李肇明做了没有 有掌握吗 你的信心是怎么来的 我搞不清楚 李肇明又是你们装甲的 士军团我没记错的话 76年班56期的 那我们可以不要去讲那些维安 经济案件了 我们就讲为什么我们没有信心 老邱只有你有信心 我们没有信心 我就从你开始讲嘛 我对你就没信心嘛 不要讲我以前在你手里下 我光看你随机看报纸 你在接受被询质询的时候的表现 我就觉得对你实在是很没信心 那你看你的正在干部检视为 愣头愣脑的 写的那个被询稿 不是被询稿 新闻稿 写的狗屁不通 连小学生都不如 时常跟在你旁边的发言人 我们那个不称头的老弟 史顺文 你看你怎么会有信心嘛 你的最重要的左右手就是这些货色嘛 你怎么会有信心嘛 再看参博总长 陈宝鱼49级的 只知道跟网友呛吓说他不是草莓 你不是草莓不代表你手里下的人不是草莓嘛 那再加上开球的时候又被网路疯传 一颗600公克的棒球 好像不到600公克 我忘记是300公克的棒球 被他当成10公斤的牵球在推 表示他个人的体能战力是极有问题的 这样子 这是网路疯传 那你怎么去要求手里下的人的体能战绩呢 这是陈宝鱼49级的 老球你认为 他推千球 棒球开球用推千球 跟一只蛤蟆在推千球的方式 全国放送网路疯传 你有信心吗 然后 你在干国安局局长在内 你去看那个陈敏华 那个去当 去当那个 UberEat那个外送的 人家都觉得可能都不会录取他 他居然升少将 买了一堆烟 撒谎 把那个邻国清还是谁 干掉了自己去占他的位置 你有信心吗 这件事情也是发生在你在国安局局长任内他身的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你觉得有信心吗 你对永和警卫是有信心吗 好这是国安局这个部分 好你现在就算离开国安局了 你现在到 国防部了我已经从你自己本身 正在于局长检世伟 那个任头任脑检世伟 到你的发言人史顺文 那个不撑头的老弟 再往下 把一颗棒球 可能只有300公克的棒球 我忘记了 当成10公斤的千球在推的 他体能在地基本上 以我这种金城莲出来的 就是零分吧 他怎么可能升得到上架 他说他不是草莓 还蛇战网友 他那个推千球的动作网路疯传就已经告诉大家 他体能在地是零分吧 他怎么去要求下面吧 好这个是陈宝宇49级的 那我对我已经讲过 我对49级的很熟了 以前老邱你在战讯署的时候 49级的一堆都是当组长副署长 我讲错吗 再往下 我们慢慢点名吧 再往下副参谋总长 这个部分参谋总长我们讲完 我们讲 副参谋总长的部分 不是 53级的陈宇宇刚刚接了副参谋总长 还是什么的 我忘记是不是副参谋总长了 跑去为了七条免税烟上报 我不知道王兴宇是不是副参谋总长 好像是副参谋总长 好像 还是他是从 应该是陆军副司令去接副参谋总长 那国防部副部长张哲平才刚刚去接山运大学校长 就社共谍案 你觉得有信心你对他很有信心 我不知道你信心哪里来的 因为这整件事情 还在争办当中 你就已经先说你有信心了 你比 你比检调单位还厉害 已经讲了从老邱自己国防部长 讲到国防部副部长张哲平 跑去调国防大学校长 然后呢 再来是你的总政治中央局局长简世伟 再来你的发言人史顺文 每天在那边胡说八道 只会看大字报 这些都已经是中央干部了 我们再往下 副参谋总长的部分就是53级 54级 王兴礼 七条烟去高免税烟 这是王兴礼 再来看总司令 三军的总司令 三军司令 52级的徐原浦 一上任就做了88套剧本 发给每一个人 结果那个维安房处的88套剧本 才发下去 大门口的宪兵就一个跳楼 路总部的从二楼跳下来 坠楼不知道是不是跳楼 坠楼还好只是受伤 表示你认为88套剧本发下去 就不干我的事了 他这样跳楼给你看 另外我刚刚讲的29号跟30号 29号的蓝阳指挥部的失恋制裁 引税案 隔一天30号的成功岭 不知道是不是两栋三旅的士兵 应该是士官 也是好像是制裁 好像是跳楼坠楼 那我问一下徐原浦 这两个都是陆军的单位 你那88套剧本发下去之后 为什么还是 照样发生违安事件 表示你 你的想法只有国小程度 认为我作业交了就没事了 我就安全了 其他不干我的事了 这种干部我们要他干嘛 只会做 只上作业 以为只上作业做一做就没事了 那徐原浦我建议你 把这三个案例再加上去 会变成你原来88套剧本 再加3条 你的路总部大门口宪兵 坠楼 还好只是受伤 加一个89条 蓝阳指挥部的 亲生的 因为失恋兵变亲生 你再加一个90套剧本 隔一天的 成功岭的士官 这个也是 应该是跳楼坠楼什么的 不知道 还在查 看报纸的 你要不要一路加下去 这个叫做头脑简单 四字也不发达 那老邱你认为 你对手里加干部很放心 你对徐原浦放心吗 你对他有信心吗 你可不可以说服我们说 他这样子还是很有信心的 写的剧本不够 要写到100条剧本 再发继续发下去 继续印 继续发 让大家每个人都看 是这样吗 老邱 这是陆军司令 海军司令不用讲了 刘志斌 前面的永顺号爱之船 拖了个半天 那那个爱之船 为什么处理那么久 拖那么久 因为那个爱之船 永顺舰舰舰长 他自己的贴身秘书 所以海军就垮掉了 士气就垮了 那我问老邱 你对刘志斌有信心吗 还不含之前染疫的 对不见队染疫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 刘志斌在干海军司令 陆战队 讲老邱热烈就好 我们不去讲去年汉光演习 陆战队抢摊死的 这些 抢摊登陆 淹死的 这个 这个是去年的事情 我们不谈 这是阿爸的事情 陆战66旅 刚刚 GEO单位表扬完 就有一个制裁 好像是在加制裁 这样子 这个新闻只有一天就被盖掉了 这是陆战队 然后呢 你叫东沙还是什么的 陆战队与阵地共存亡 这什么意思啊 然后再看 空军雄后机就不用讲了 你说那个少校 着军装在中中府前下跪 那是个案 我们同意那是个案 后面连续三架 F16 后座坐舱超脱落 你说是意外 好算意外 第二个 鸡皮吃土 降落的时候在跑道滑行冲出跑道 里面的宽屏雷达罩吃土 第二次 第三次 居然在F16可以在空中 机炮射击的时候 被弹壳还是什么子弹 自己打到自己 自己把自己打 如果他多打几发的话 可能自己把自己击落了 这是雄后机 老邱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我从你身边的国防部里面 讲到参谋本部里面 讲到三军司令部里面的司令 这些都是你最重要的干部 你告诉我你的信心怎么来的 你看到这些人你有信心吗 好这样子 另外我们再看 卫序司最重要最重要 就有点像唐生志愿 去当南京保卫战的卫序司令一样 打了个大败仗 信誓旦旦跟老邱一样 要马格果斯 结果第一个落跑 他自己想落跑还不讲 把自己安排撤退的梯队 叫别人去突围 结果连这种命令都下错 多部突围 一步撤退 那一步是他跟宋西连 好像是26师的 老奖的爱这样 宋西连结果变成 大步撤退 只有一步没接到命令的在突围 他在打的时候 已经安排自己撤退了 这样子 那个是唐生志 跟老邱现在的状况是很像的 以死为见 以历史为尽 那我讲到再往下走 我们的卫序指挥部 就是官渡指挥部 海尼根事件 那个兵跑去指挥官室 靠北长官登一个自拍的 赫海尼根的 这个老邱你认为 我们也必须对这个指挥官 侯嘉伦很有信心 因为他老爸45局的侯石成 是你同学 你说没有关说 没有关说 为什么不把侯嘉伦拔掉 侯嘉伦不是只有出这件事情 卫序指挥部 等于是保护我们 卫序首都的安全 这指挥官 好像62期的 还63期的 不撑头的老弟 汉光演习的时候 有一部车 在保利西 熄火 就是尼管的云报 听说如果我记错了 老邱你就认我 听说那个就是 卫序指挥部的 就是官渡指挥部 派去参加汉光演习 结果三红爆发强度 保利西 叼掐的 还自己派怪手去乱挖 里面听说还有十个人 成员在里面 还说处置得宜 我们六军团的同学 正在主任 还讲处置得宜 光靠你们这张嘴就能打仗 这是侯家伦 你也没处置 你说没有人打电话给你官说 你跟你的同学 侯时辰可能心电感应 或者用另外一只王八机 再处理 侯家伦不用拔掉 那你把我逼退干什么 你不让我身上叫什么意思 这个是卫序指挥部 再看旁边的 蓝阳指挥部 蓝阳指挥部不是只有这一次 制裁已税成功 29号的 蓝阳指挥部在汉光演习的时候 有一部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有一部 好像是M60A3 在动力测试的时候 刹车失灵 跌落 就是滑下边坡 然后把北侧中心 虎口北侧中心的围墙撞破 这个听说是蓝阳指挥部的 我讲错老邱女就认我 我们怎么可能对蓝阳指挥部的指挥官有信心 我当初就已经开始讲了 说这个事情要处理 结果没有处理 立刻就 发生了汉事 事关就因为兵变 制裁已税 同一个指挥部 我以前在那边当战讯科科长 老邱你告诉我信心在哪里 我们怎么可能会有信心 光凭你那一张嘴 再看 我刚刚讲了几个指挥部了 北部最重要的蓝阳指挥部 管整个蓝阳平原 包含苏奥 金六节这些都算 你的卫序指挥部就是关杜斯 我最熟的关杜斯 就已经出这么多事情了 我们怎么会有信心呢 这个都是卫序 再看宪兵司令部 黄金彩 终于把它拔掉了 丢陆军副司令了 终于拔掉了 我是你 我早就叫他回家吃老米饭了 先不要讲骑西皮的亚马哈的机车 在那边到处乱搞 还弄红准 那是多危险的一件事情 黄金彩你没有入伍过 还是你没下部队过 你不知道那种 反装甲武器 由捅后喷火了 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你在机车上射击 之前还找女官了 你在表演什么东西 那个不讲 迁堵的事情 把203指挥部 204两栋式指挥部 两栋三指挥部 莫名其妙的指挥官 在编制原额 没有改变的情况下 单独把指挥官从上校 拉到上架 叠床驾屋 然后呢 立刻发生 网络集体迁堵 又是事关 老邱 你可以不告诉我 我们怎么可能对 这些人有信心 你可以告诉我 黄金彩 还有宪兵 我们怎么会有信心 那很不幸 陈敏华又是宪兵出来的 听说是国管院的 专科班的 然后呢 谢敬华 听说是79年班的 体策不策 撑到最后才用走的走完 那你跑不动 你怎么保护国家复元首 我可不可以请问你谢敬华 还是要赖清德救你啊 发生危险的时候 赖清德把你扛起来扛着跑 那等于说 然后北部军团 六军团的指挥官 中宿民 55级的 先不讲他的同学 总统府市委长张杰 张杰是很早就应该回家吃老米饭了 从他当官校校长开始 去请一些 非常有争议的人到官校来 散播读书给官校的学生 难怪官校出一大堆事 现在的官校校长没有好到哪里去 之前有发生橄榄球队的 那个队长三年级的跑去帮学妹擦汗的 老邱里头没有震怒啊 我不知道校长还在不在啊 59级的 另外最早最早是陆军官校的 屋顶的这个通讯还是太阳能的什么绿能装备 居然是用大陆的匪谍 共匪的厂商的匪货 那是最早同一个校长 然后老邱你自己搞的云报的专案 后面居然是什么什么东元还是什么什么电工 我不知道还是中兴什么的 那个被判刑的确定的 居然也是用匪货 那是报纸灯的 我忘记了到底是中兴还是什么 我们怎么会有信心呢 陆军副司令贺政以前我们科长 那是他儿子的事情不干他的事 但他在金门也没好到哪里去 贺政在当金房部指挥官的时候 就发生去凹金门县政府的酒的事情 还被周刊披露 凹了几万块的那个金门的纪念酒 要做公关 还下公文 被人家披露 贺政也好好的 老邱你有震怒吗 不是酒就是烟 酒色赌 酒色财气都有 我们怎么会有信心 老邱你告诉我你的信心怎么来的 你把我刚刚讲的这一堆 包含石军团的司令 那个李肇民 你们装甲的76年班的 中树民 55期的75年班的 就是总统府市委长弄过来的 那个调动最奇怪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先接先兵司令 先兵司令完了再跳 总统府市委长回来再见六局团司令 这是什么升迁啊 我还没有讲情报局的 那个另外一个55期的情报局局长 跑去搞道教了 跑去弄什么 被人家爆料装健身房健身器材了 那一连串我不要多讲了 那也是55期的啦 情报局局长 我们怎么会有信心呢 邱领会告诉我信心怎么产生的 八军团司令 八军团的指挥官 突然忘记他 八军团指挥官 就是傅政城 出了多少事情 从汉光演习前 出事 保利熙 也在八军团的辖区内啊 看那个最精彩的是 秋季的时候不唱国歌 被遗族家属直接干掉闹场 他说我没有看一层一层弄错 这个是 这是傅政城 老邱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我全部讲完了 现在剩下外岛 花房部那个地方 我们还没开始一一信死 我们的信心怎么来 老邱你可不可以解释给我们听 我们的信心怎么去建立起来 你把我刚刚前面讲的这一堆 都是报纸写的 我可能 有一些地方记忆有点失误啦 失误同学帮我更正一下 或老邱你更正我一下 我这是 临时凭印象 有可能有些东西 名称人物时间地点不太对 但是我的重点是要凸显的是 这整个一路下来 你说你对你的干部有信心 信心怎么来的 你把我刚刚讲的全部推翻 都说是眼睛业障众 报纸乱写 我们要有信心 精神战力 所以我们就会也是这样吧 那不是义和团啊 好这样子 好话31分钟发个牢骚啦 虽然没有同学问问题 但是我等于说在讲Colomb Powell这一篇 很不错很不错的总结之前 我也为我前几集 一直在讲老邱的事情 做一个总结 我不能产生信心嘛 不是你讲有信心就有信心嘛 我刚刚讲的那些事情 难道都是空穴来风吗 都是我自己 幻想编出来的吗 老邱你去想想看嘛 我们的信心怎么产生嘛 你也不要怪说我们对国军形象 都用负面的去不鼓励 我怎么鼓励 我鼓励不是拿石油杂志 我也很想鼓励啊 我刚刚讲那些有些人我很熟 解释委还我邻居了 还露了一个杨安 杨安我是他学员长 陆军正在主任杨安 我跟你也很熟啊老邱 虽然你记了我一堆过 不让我升上校 导致我最后被逼退 我跟你也算熟啊 我太了解你了 你可以不可以解释一下 好 所以 假设这一次的很多的事关 发生了一些自我伤害之类的事情 是因为我前一集讲到的 事关干部 被凹 市区非常低落 所以很多人可能 已经到了临界点 总会发生压死落罗 最后一根稻草的事情 这个问题是结构性的问题 老邱你不解决 他会不断的 这样的状况会越来越严重 你不要说我没提醒你 光靠你一个人在那边胡说八道 你有信心 你有信心部队就这么好带啊 国防部长出来只要一喊我有信心 谁敢没有信心就结案了 那找小学生来就好了 找你个老头子干嘛 小学生喊的更勇敢 好我们直接来看内容 Summary 就是他的一个摘要 前面讲的这些摘要 总之就是你对你的任务 跟你的计划跟执行 越简单越来越好 不要搞太复杂 The message of this chapter is straightforward State the mission in a way that is simple, clear, and understandable and that is linked to the resources and tactics that are available to your organization 他讲说我们这整个章节 所传递出来的讯息 非常的前写意懂 也就是说你要 陈述你的任务 用一种简单 明了 易懂 的方式来呈现 而这种任务的呈现方式 是跟你的资源 跟你的战术相结合的 你不能陈述归陈述 跟你手边可用的资源 跟你要采取的战术不搭嘎 那也不行 那变胡说八道 跟老邱一样 也就是说 他讲的我们很有信心 我对我的所有的干部 都很有信心 国防部长有信心 理所当然手下干部对我的信心 跟现况是不结合的 他连这个战要怎么打都不知道 他在胡说八道 所以要跟手边有的资源 跟要采取的战术 对整个组织来讲 是可行的 不能讲假大空的东西不可行 要相结合 然后呢 确定了 确定了你任务的陈述是清楚 简洁 易懂明了 而且跟你 手边的资源 采用的战术 是在组织内可行的可达成的 不能设定那种 任务目标是达不到的 不能讲超过你的资源所能够 手边现有资源所能够达成的任务 不能去做这种假大空的东西 如果都在合理可行的范围内 那么你就要追求去达成目标 用所有可用的手段达成目标 等于说他达成目标 全力以赴是有个前提在 你的任务必须是清楚 明了可易懂 而且他必须是你手边的资源 能够达成的 你要投入的资源 是可以达成的 而且你的战术 是你的整个主持 可以采行的 你不能采行你的战术 是你的主持 里面的成员 跟你主持不能够达成的战术 你就不能用 这样子 要是你本身的能力 好的领导人 要必须扫除一切繁文入节的官僚 的繁文入节的东西 这种官僚思维要砍掉 而且还要扫荡砍出所有政治面的东西 不要搞太多政治性的东西进到你的军事任务里面 或者你执行的公司的任务里面 政治是政治的层次 大部分的公司 跟整个部队 军队来讲 他是不能有政治的成分在里面 否则不能打胜仗 而且要扫除一些much much就是滑而不实的东西 听起来很煽情 听起来很慷慨激昂 但是一点用都没有 那个叫打兴奋剂 打强行争 像老邱那种 我部长有决心 有信心 我的部署就一定有信心 这种废话 那个就是much 哪里有必然性啊 我看不出必然性在哪里 你想不要制裁 兵就不制裁了吗 你总不能跟兵讲 我失恋100次了 我都没有制裁 你们也不能制裁 所以兵就不制裁了 是这样吗 老邱部队这么好管啊 你这个中间的逻辑必然性 在哪里 Andermod Mod是指泥绕 它前面是一个烂泥巴 是一个沼泽地 你要绕月 不能清除绕月 跨月 你不能够过 你就绕 不能被这种Mod 霍西泥 烂泥巴 这种东西阻碍到你 They state the mission Sign up their recruits and implement 好的领导人 用最简单 明瞭易懂的方式 陈述完他的任务之后 就要开始 执行任务要有兵力啊 就要开始选员 那个叫 Sign up their recruits 我任务定定出来了 我必须要有执行 这个任务的人 你不能有将无兵 那你就要开始选员 招募我的兵员进来 然后训练完就开始执行 这个是一个 整个执行任务的逻辑 老邱你到底有没有这种逻辑 我不相信你命令讲得清楚 像你那种讲话天三倒四的 脑袋瓜不清楚的 谁知道你下次不命令啊 Strategy and management are sometimes made overly complicated Overcomplication can lead to failure How else can we explain an organization that is populated by highly intelligent managers advised by consultants and academics aren't with elaborate planning documents and organizational policies based on complex theory analysts analysis scenarios and projections that fails 这个讲得很好 这个老邱要稍微看一下 你的战略跟你的管理 我们所看到的通常都过度复杂 好像一定要搞得花花绿绿 很难懂才叫好的 策略战略或是管理 过度的复杂 会导致失败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我们可以看看你要怎么去解释一个组织 里面雇佣了很多很多的绝顶聪明的管理经理经理人 非常聪明 每个都哈佛商学院的 每个都长春藤名校 商学院出来了 所有的主管 一级主管 经理人都是这些人 而且呢 不但有好的经理人 聪明绝顶的商学院的顶尖的毕业生当经理人 而且呢 他身边还有一些智囊 比如说顾问 比如说学者 给他们很好的意见 等于说是梦幻团队了 而且呢 不止如此 手边又有各种 非常完备的 继续迷移的计划的资料 以及组织的政策章程等等 这些都是以非常复杂的理论 高深莫测的分析跟 所有的想定状况 还有呢 预测做成的 那为什么会失败呢 很多这样的组织失败了 有最好的人 有最好的计划 有最好的政策 而且呢 所有复杂的最先进的理论 分析 通通因应俱全都考虑到 为什么还会 这个公司垮掉 表示过度复杂 他说我自己没有做过一个很正式的计划 统计 但我自己用我自己的所知的知识 认为我可以这么讲 我这样讲应该是合理的 依据我个人的经验 跟我自己个人的知识背景 我认为1980年以前 1980年之后 没有一家财新500的公司 排名排进 Fortune 500这里面的这些顶尖的公司 不去做各种各种复杂的计划 很庞大的复杂的计划 把心思用在这上面 把人力物力财力投注在这上面 而不获得好处的 一定有获得这样的一个好处 也就是说 1980年以后 大家都花了很多的心力投注在计划上面 而且非常复杂 非常的精致 非常的面面俱到 财新500大公司 都从这个当中获得了很多的好处 才会挤身前500大 但是呢 从1980年以后到现在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 那个suitable percentage of those 很多很多过去风光一时 曾经 让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些 财新500大的大公司 已经不复存在了 表示说 即便 1980年以后有很多500大公司排名的这种 看起来很风光的公司 获利很强的公司 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做计划 做得非常详细 但为什么到现在已经看不到这些公司了 这就代表说 你计划做得越复杂 不代表你公司的经营会越好 2. Some have merged and morphed into new entities but that's a whole other realm of confusion and quite often embarrassments 他说没有错 有时候 有些公司你再也看不到了 原因是因为他们有 并购了 改公司名称了 或者转型了 转型到另外一个 企业事业体去了 所以原来的公司看不到了 他做了一些重组 做了一些整并等等 但即便经过了重组 经过了整并 经过了并购 并购完又进入新的一个 复杂的轮回计划过程当中 又创造出了另外一个新的疑惑 confusion 搞得大家又很疑惑 因为又复杂 又重新复杂一次 复杂的程序 复杂的计划又重新搞一次 而且通常呢 让大家觉得到最会搞的 大家觉得很没有面子 embarrassment 因为重复搞又垮 再重复搞又垮 这个整个无限的一个 向下螺旋的过程 就是因为过度复杂 用复杂的程序 不断的反复玩 这句话讲的不错 他说要看你怎么去定义了 还有你的底线界限是怎么去画 大家都有不同的定义跟讲法 但不管怎么样 他大概这个数量就是在 五分之三到五分之四的 大型并购完毕之后的大企业 当中 这些并购完的大企业 都是用 非常完美无瑕的这种 洞察力 跟管理能力 跟经营策略能力 然后呢 还服务很多的财经的鬼财 他们的智慧结晶 去弄出来的完美无瑕的并购案 弄出来之后应该钱赚更多 但是事实上 经过精心策划的 各种财务管理专家 做出来的怎么并购才会 才会自己的事业越做越大 公司的产值才会越来越高 公司的市值 股票的市值才会更高 各种机关算计的精算 都是绝顶聪明人精算完 并购完 里面有五分之三到五分之四 事实上 反而他的股东价值 反而减少了 等于说你白忙一场 投注了最先进的 最高端的 最财务上面 最鬼财的人就去弄 精心策划出了这样的一个 大型并购案 不但没有增加你的 股东的价值反而降低了 这是什么原因 太复杂 搞得太复杂 我认为 我认为 暂停下跌 但我认为 良心策划出了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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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stay focused on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s confronting them who are we what do we stand for what makes us great what makes us unique what do we hold dear what binds us together what are we trying to become where do we want to go where will we go where is our line in the sand 那科文普讲说 我并不是要大家把企划部门裁掉 不是这个意思 是说不要搞太复杂 那我个人认为呢 好的领导人必须要 特别的用心去确保 我们自己的组织能够把 焦点聚集在基本的问题 面对我们 我们每天会面对的质疑的 这些基本问题上面 不要去假大空搞一些有的没有的 老邱应该听一听 但我相信老邱也搞不出复杂的东西 看他搞那个教招就知道 最后下场一定会变得14万人骂他 哈哈 这样子 这个不用太聪明就可以看出来 那这些每天面临到我们 我们必须面临到的问题 是什么 我们要花心思去想这些很基本很基本的问题 不要太高深莫测 Who are we 我们是 我们的定位是什么 我们是谁 What do we stand for 我们代表着什么 我们是谁 我们代表着什么 What makes us great 是我们之所以会伟大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跟理由 让我们变得伟大 What makes us unique 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或理由或事物 让我们变得独一无二 不可替代 What do we hold dear 我们所珍爱的是什么 我们最珍惜 最 去把它视为珍宝的 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样的价值 What binds us together 什么让我们 这一群人能够结合在一起 共同努力打拼 是什么样的一个力量或事物 让我们能够结合在一起 What are we trying to become 我们 未来想要变成什么样的人 我们 现在是这样 我们希望我们下来 接下来未来 要到 要变成什么样的一个样貌 Where do we want to go 我们要到哪里去 我们的方向到底是往哪个方向走 Where do we go 我们要到哪里去 终点在哪里 方向是指我们要走哪一条路线 我们走这条路线是为了到达哪个目的地 这个要很清楚 不是无头昌鱼虎好乱倒 跟我走就对了 要对我有信心 结果到时候走一走迷路啊 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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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Where is our line in the sand 我们的底线在哪里 我们怎么去做很明确的划分跟区分 那个line in the sand是在沙滩上面画一条线 做区分 有时候是不能越界画红线 我们的底线在哪里 这样子 有点像说 你玩股票就是我们的停损点在哪里 我们的停利点在哪里 那是两条线 到了停损点就必须要停损 到了停利点 你在什么样有挂碍你都要停利 都要获利了结 那老邱有没有问自己这些问题呢 你光叫大家对你有信心 我现况前面点名光靠我印象 记错同学纠正我了 我刚刚讲我刚是凭印象 随便乱想 临时性的 有讲错了同学多包涵 账官礼贷啊 那个时间时空到错 但总之那些我讲的是事实嘛 老邱你怎么让我们有信心嘛 重点在这边嘛 你越不能解释的这些清楚 就代表 我们对你越没信心嘛 不是你光喊口号 就会有信心啊 你应该去想一想 这些很基本的问题 Effective leaders take the abstract and complex and render it into something that is graspable graspable and straightforward they articulate vivid overarching goals and values which they use to drive daily behaviors and make choices among competing alternatives 有效率的领导人 他是要把抽象的复杂的概念 转变而成 可有形的 可触碰的 可捕捉的 可理解的 而且是清楚明了 简单易懂的东西 也就是说 化繁为简 这个就是有效的领导人 必须要做的 那个graspable是说 能够掌握 抽象的东西 通常抓不到 掌握不到 触碰不到 你要怎么样把抽象的概念 复杂的东西 能够且写易懂 而且能够掌握 这个是有效的领导人要做的 老邱是搞着 三军既获且宜 只有他自己很有信心 然后你问他信心从何而来 因为我是部长啊 我有信心收底下 当然就有信心 谁敢没有信心 这让我想起 南洋指挥部的指挥官说 我失恋都没自杀 所以大家对我有信心 你们失恋也不要自杀 所以就不会自杀了 是这样吗 老邱你那个 陆军官要是怎么念的 还是陆军官要真的太 那个学校里面的 教育水准太差了 才会把四十几级训练出来 都这种脑袋瓜 有效率的领导人 他必须要能够表述 很生动活泼的去表述 广泛无所不包的 他的非常广袤的 涵盖面非常广的目标跟价值 也就是说这些目标跟这些价值 他的涵盖面很广 他需要触及到的面向很多 而且呢他里面包罗万象 你要能够把这样的一个 很难去讲述的东西 要很有条理的 让大家能够 透过你的表述 能够听得很清楚 好这样子 因为目标跟价值 有时候蛮抽象的 而且里面牵涉到的范围蛮广的 你要怎么样能够一言以蔽之 让大家一讲就懂了 这是领导人 有效率的领导人要做的 不是像老邱那样 我是部长 我有信心 手底下的人哪个没有信心 这个既无逻辑 也没有尝试 那你讲他干嘛 也不会加到分 这些所谓的目标跟价值 在他们的化繁为简的阐述当中 可以用来作为每天行为的准则 他可以驱动你每天的言行 而且呢 可以让你在相互冲突的选项当中 去做选择 好这样子 他们的视野跟他们的优先顺序的排序 是非常的 Lean Lean是指说 是非常的轻要精简 而且呢 非常有说服力 不会大家觉得听你讲完 明明那个选项是最后一个 你为什么把它拉到第一个 没有道理 他其实他讲不出道理 Not cluttered and complicated 不会杂乱无章或者是复杂 繁琐 不会 Their decisions are crisp and clear not tentative and ambiguous 他们的决定 非常的明确 非常的清楚 不会犹豫不决 或者是 混沌不明 Even while they are tactically flexible They convey an unwavering firmness and consistency in their actions align with the picture of the future that they are so carefully painted 即便 他们有战术性的弹性在 但是呢 他们仍然传达出一种 毫不 所谓的坚定不移的一种信念 跟一致性 在他们的行动上面 而且呢 会跟他们对于未来的 破话出来的 很精心破话出来的愿景 是相吻合的 The result strands of purpose quitability of leadership integuity in organization and a consistent record of accomplishment 那这这么一来 最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他画一个问号 不用怀疑 你只要能够这样做 就会让你的目的变得很有强而有力 你的领导统医 自然而然会有公信力在 而且呢 整个公司的整体性会被维护 整个组织的整体性 会维护 不会动一个吸一个的 各自为证 而且呢会有一个持续性的一个成就的记录出来 成果你就看到了是这样子 好我拉一拉 他讲了一堆 59分钟快一个小时 今天礼拜天晚上 我比较啰嗦一点 可能是防疫餐吃的蛮丰富的 叫眼睡了 归息大法精神也补足了 所以我比较啰嗦一点 好 如果我们就念一下 今天就大功告子 词 …. 當上 ersch文 crossed 小时 连级 小时 为아니 材 搽 fry 喜 无 于 the politics the much and the mud they state the mission sign up their recruits and implements strategy and management are sometimes made overly complicated overcomplication can lead to failure how else can we explain an organization that is populated by highly intelligent managers advised by consultants and academics on with elaborate planning documents and organizational policies based on complex theory analysis scenarios and projections that fails i haven't done a formal survey but i think it's safe to assert that there have been no fortune 500 companies since say 1980 that didn't have the benefit of an enormous planning effort and as we've already seen a sizable a sizable percentage of those once proud companies are no longer with us true some have merged and morphed into new entities but that's a whole other realm of confusion and quite often embarrassment depending on the definitions you use and the lines you draw somewhere between three fifths and four fifths of corporate mega mergers outlined with plans of impeccable deaths and fueled by financial wizardry actually diminish shareholder value i don't necessarily advocate shutting down the planning departments but i do think the good leaders take care to make sure that their organizations stay focused on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s confronting them who are we what do we stand for what makes us great what makes us unique what do we hope dear what binds us together where are we trying to become where do we want to go where will we go where is our line innocent effective leaders take the abstract and complex and render it into something that is graspable and straightforward they articulate vivid overarching goals and values which they use to drive daily behaviors and make choices about competing alternatives their vision and priorities are lean and compelling not cluttered and complicated their decisions are crisp and clear not tentative and ambiguous even while they're tactically flexible they convey an unwavering firmness and consistency in their actions align with the picture of the future that they are so carefully painting the results strengths of purpose credibility of leadership integrity in organization and a consistent record of accomplishment 好我就念完了結論好就是這一張非常不錯我們下一張要到 power principle我們下一張再來講他最後再結錄了幾個要點叫做power principle power他的信條 那今天一個多小時吧果然是一個多小時非常愉快我前面所講的針對老邱我對他的解答問題提到他我做了一個個人的感想也給老邱參考不要老是抱負平和你講的東西要有一點點邏輯嗎你要不要上一下哲學課啊講的沒有邏輯我第一次聽過這麼好笑的事情我部長有信心我對我的部署有信心部署我願意 全力投入喔全力投入馬格果斯我手裡他幹部就哪個敢不誰給你敢不敢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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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不敢跟能不能是兩回事他有那個能力他不做代表他敢 敢不聽你講的他根本沒那個能力吧你手裡下的人幾滴幾兩重你又不不知道 你自己幾滴幾滴兩重你也許不知道你手裡下來幾滴幾滴兩重你應該知道吧 對不對講那個毫無邏輯的廢話 好我們今天講到這個地方以上我做的評論是憑我個人的印象有口誤有時空倒錯有張關禮貸有指路為馬同學提醒我一下或同學自行做更正啊 畢竟我要表達的是那個概念細節的部分可能會有些喔腦袋瓜記起來不太清楚 呃提供同學做個參考 如果講的你覺得有道理就作為一個參考 講的沒道理就當排氣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 這是我一貫的論調 結束前感受到無 不管是五倍券 還有同學還沒提領的趕快到郵局領一領 聽說自在郵局領 那呃有綁約的 呃有信用卡的 呃也看看能不能用電子支付轉帳都可以非常歡迎 呃線上課程私底課程混合混搭都可以啊 買一本書 200塊錢市面已經銷售一空了 可以做一個小時的學習資訊 提供同學再次做個參考 有關原文素養閱讀 我們也持續在推廣當中 屬於線上教學端的雙語教學 全美語教學有利有未代的也可以來做一下充電 啊這樣子我都有各項的服務 你有翻譯期間的按鍵 只要是一頁到兩頁之內的 都可以歡迎來顧價 我給你一個很好的一個高品質低價格的一個服務 感謝同學晚安 我們呃週末已經過完了非常愉快 呃明天就要開始上班了 希望同學能夠收心一下啊明天上班 我們明天再回到Jack Welch 大家非常喜歡的Jack Welch Winning 晚安 我們明天再見